在这里呢,我想问 有谁和我一样 曾经为了生活 失去了生活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奔波老路 跑来跑去 蛮东蛮西 不认劳累 因为我们都以为 只要我们很努力 我们就能够得到 我们所想要的财富 但是朋友们 我错了 我这么努力 都没有得到我想要的 那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看到朋友做生意很羡慕 也学他们去做生意 但是呢 往往呢 很多东西不是我们想象中 这么简单 结果呢 做到一屁股债 甚至一大堆的顿货 还有 还要找很多钱 来还租金 还要还这个员工 我又错了 那么又有没有人呢 和我一样 曾经跑去做销售 但是 不懂得带团队 结果 得不到我想要的 正所谓的被动收入 财富自由 我又在错了 原来 人生 真的是有不断的挫折 很多人以前跟我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 那后来我才知道 从失败 挫折中学习 而改变 才是成功之母 那你准备改变了吗 因为世界唯一不能改变的 就是改变 谢谢你们观看这个短视频 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们 我们找到了一个 日本的工厂 直接跟我们对借 没有经过任何中间人 那么 让我们把他们的产品 带去世界各地 还有呢 他没有叫我们短货 没有负债 我们不需要拿任何的货的 最重要呢 他还设计了一个被动收入的计划 给我们退休 如果你们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现在就联络我吧 不要让爱你的人等太久 你有时间等 爱你的人未必有时间等 好啦 不跟你们多说啦 我要再游几圈去做我的Sona了 再见